大家好,歡迎來到攤爛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攤爛韭菜的Norad 那現在時間是比較晚一點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11分 那我今天打算就錄一部影片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再來就連假了嘛 然後4天 那4天就是會出一部 就是下一部的復盤 那下一部復盤會有一點 就是帶這個美股今天晚上 禮拜五這個收盤的表現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非常感謝 還是要再次感謝就是說 那一部這個上市指數 那時候一直講說 沒有XQ 沒有那個ChangeView可以看 然後就有觀眾在底下留言 還有這個IG持續 我是非常感謝 然後就是 跟我說是要用英文代碼去找 對那這一禮拜就會有 就是指數 還是會有指數分析 那比較有趣應該就是 源泰吧 那我們在這個 指數的時候再跟大家來做說明 在上禮拜其實有稍微提一下嘛 好 那今天整體是怎麼表現喔 整體應該就算是有點 就是 就昨天可能真的漲太多 那今天是稍微把那個 漲幅通通去 收斂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 像是 現在市場上真的是 有一波在炒作這個 殖利率啦 這殖利率好的個股 那發的這個 股息發的多 那可能就有機會去 往上帶 那 整體的一個市場我還是覺得 就是今天晚上我有一個數據公佈 那但是我還是個人還是覺得說就是 就是還是要看籌碼看線型啦 就比較不會像是說去年 這樣子就是 你明明呢 這個地方該突破不突破 反而就是一個數據公佈之後直接落賽 然後就直接下去 那 如果說你每天看我復盤的話可以發現說 就是我一直在講說就是 台積電的三星區就先沒有跌破 那這個廢瓣呢 基本上就是台積電的形狀嘛 然後台積電的ADR也是 所以 只要那地方不跌破而認為 就是目前台積感覺跟著廢瓣去看 是科興的 是有一些 正向關係 是一個正比嘛 就是他上去就上去 下去就下去 這種 互相的關係啦 對 就是說 整體的市場 我還是比較 一個偏多 那如果說真的某一天破線了 我就會說 可能稍微縮手 對那今天表現什麼 比較好 我自己個人發現我覺得是工業電腦這邊 那主要是 就昨天這個NVIDIA 昨天有 這個就是 反正在發財報嘛 那主要就是說 還是 市場上 應該說全世界的 這個 投資 不管是主力 或是散戶 大家都聚焦在一個點 就是AI 這是AI的東西 所以說 顯卡不錯嘛 然後 像是 我很常講的是賣電腦的 ASR 華碩 類似那一區塊的 反正在我們 台灣叫什麼 電子五哥 表現其實都還算是不錯啦 對沒有去細看 但是 整體來說 今天下沙的話 是沒有跌到 太多 就沒有那麼跌太多 好啦 就是我今天觀察到的盤石 因為 有時候呢 呃 大致上有時候找盤會看一下 然後就會離開 可能就 出門 去 看要去哪裡 反正大致上在外面走走路 散散步啦 對那之後再回來看 有時候會這樣子啦 那其實 我是覺得說就是 安心一點 然後去做 投資這件事情 不要就是 眼睛一直要狂叮的什麼 然後目前也是 還是維持在一個 平衡點 就是之前還會 晚上還會看那個 虛擬貨幣 加密市場 那 後來反正就覺得說 我在台股這個區塊 好像就 還OK啦 就是 有一些策略 然後感覺上做的還算順 那 挪去加密貨幣那邊 好像就做的沒有到非常順 所以那時候就把那塊 就有點放掉 那因為 你在假日 然後跟 朋友 跟家人 跟 跟女朋友 跟男朋友 跟老公 跟老婆 出門的時候你都要 隨隨機又拿出來手機 那邊看你自己 可能賺了多少錢 或虧了多少錢 我覺得 就有點影響自己的生活啦 那我們直接進入這個 話題吧 那今天是有這個MSCI的調整 那主要是 調整這個貴買 應該是貴買的 沒錯啦 然後調整貴買這邊的 所以說 加成指數這邊 尾盤 那貴買這邊爆量嘛 對然後 我們的這個尾盤 也有爆量 所以這個爆量就是屬於一個 就是 一個 算是大基金的一個調整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新聞吧 那我們從 從這地方開始看好 那這東西是MWC 這個通訊大會 那是一個 圍影 這蠻可惜 原本在支撐也在做觀察 但是 價格太高啦 對於我來說 我都覺得價格 沒有辦法比較靈活運用 那那時候就有點放掉它 結果是買另外一檔 結果 這個 那個 兩檔差距很多啦 應該說 也是買另外一檔 也是價格跟它差不多的 五六百塊 但是那檔就沒有發動 結果是它發動 因為我自己個人 就是 還是要老實講 就是對於基本面 對於區 對於這個產業的一些區塊 沒有到非常的了解 我還是要特別再講一次 沒有到特別了解 所以你看我影片的話 我可能對於那些東西 沒有辦法跟大家講得很溜啦 那那些東西 可能對於某些人有用 對於某些人沒有用 像 我們技術分析 或許是 一個WD的突破 勝過一個 可能營收開很好的 一檔 一檔個股這樣子 好啦 那帶上的獎項 反正呢 有興趣去看啦 反正就是 待會會來跟大家來做一下 這個個股的說明 反正就是它 就是有修的 修5G OPEN VRAM 然後等 邊緣運算伺服器 的東西 那我們就看下去 那這個東西就是 我覺得 就還蠻關注的東西啦 那這個東西 我是有聽說 這是聽說啦 聽說是比 今年的一些 像 像去年就是一些 通膨的一些數據 開出來嘛 那就業率啊 然後非農 非農就業率 等等的一些東西 CPI公佈 那今年聽說啦 這個東西其實蠻重要 就是這個 日本這個央行 他不是呢 提名 這個 植田河南 那他在 今天 出席的時候 應該是早上的時候啦 早上 這是早上的新聞 所以應該是 也是更早上的時候 反正呢 只看標題就好 他現在就說 通膨能為 穩定達標 維持超寬 貨幣政策勢大 目前都還是這樣 但是 有一則 應該說 另外一個新聞 是在講說 如果 他好像還沒有正式的 這一個 就是說 還沒有正式上綱 那 在4月的時候 好像就會發表 他的第一次 什麼 言論之類的 那 就是 我剛剛有看那個新聞 但是我現在都不知道 因為我忘記 他的新聞在哪一個區塊 反正呢 4月份 4月份 可能就是真的 需要關注 這個好像也是 某些 某些 外資 那些大戶 有在關注的東西 反正他目前的說法就是一樣維持這個超寬鬆的政策 如果他開始突然 要緊縮了 要緊縮的話 他會不會對市場造成一些影響 大家就去關注下去吧 那 我目前呢 我們畫的美元 對這個日幣 那其實在 這個 這個往上走代表說 日幣 日幣是貶值 跟我們台灣 那個一樣 所以目前的一個區塊 或許呢 在 目前是看不到嘛 他在2月 2月6號的時候 是在這裡 是一樣是 這邊打一個WD 相當趨勢線是走過去 然後去突破的 然後回測 往上走 所以現在的應該是2月底嘛 那到3月或許他 有機會往下走 那 之後呢 還是說 這個地方會持續往上 但是因為他沒辦法突破這個區間 他還是會這邊震 那如果4月 他開始講話了 直接大 大升值 這個 日幣大貶值的話 那就有可能對於市場 對於這個美元指數人會受到 蠻大的影響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Megu 限制三星 這個海利斯 海利斯是做這個 記憶體的 那在中國生產 這個 因為之前呢 就是他有 合併 有合併這個 收購 收購 英特 在那個中國那邊大連的 這個 Ned Ned 快 快產記憶體 那 反正呢就是說 有要 這個 限制 但這個新聞呢 會不會是 看起來好像是壞消息 那 代表說 他在中國這邊是不是就沒辦法去出貨 沒辦法賺到錢 還是說他們 中國的這個廠 要撤掉 有這麼嚴重 我是不知道 那這個新聞到底是好還是壞 我們就來看看他的一個技術線型 技術線型我自己個人看 這是海利斯的技術線型 那我自己個人看的話 之前就沒破線然後拉回去 又回側 回側 又往上拉 那目前其實就是在震盪的一個範圍裡面 而且是 走強的震盪 區塊 大家懂我意思嗎 他像目前是 越過下降區 然後的一個 高檔震盪區塊 他不是那一種 下跌 的震盪 他是上漲 的震盪 當然他前面還很多很多壓力 那 目前的看法是 右邊這一塊 就是說 他那種籌碼 再往上拉 他繼續線型再往上拉 他都還是有機會是 往上走 不然就說他是平的 或是說往上走 對 並不是說到非常差 非常差的 那一邊拉 那一邊這樣子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這個昨天拉 昨天那個線控令解除 對這是 昨天往上5點的新聞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發 反正就是今天開始生效 對那原來呢就是你原本借券的成本是要9成 這兩個股的9成 100塊就是要拿出這個 90塊 那 之前是在還沒限定 還沒解除這個限令的時候 是要 你要投入成本是120% 120%就是 1.2成 1.2 10 12成 反正120% 對那反正就是 說開始 這個又回歸了這個可以去融券做空 對那是也是有定義到一些 消息 確實是有一些 漲多的可能會拉回 就是 對就是看你覺得哪一個區塊那個指數 真的漲很多了 那那個區塊呢就有可能會被 可能有機會被空下來之類的 那再來的話就看一下這個吧 就是這個運價強場 BDI在漲21% 這個BCI 那我們待會來看一下他的這個運價 那反正 看一下航運指數啦 那 這個是今天的這個 市維航啊 那有關他會洋 呃 玉米 玉米其實昨天就往上走了 那市維航今天感覺上 真的 突然逆勢要轉強 那 今天是沒有人問 對 所以說 我不曉得這邊會不會是一個契機 因為 可能 說 真的剛好他搭上了這個 然後也是剛好 怎樣 股票本來就是會 漲漲疊疊疊 那 要漲的時候呢 有 走多頭 走多頭的時候就是漲多疊少 那走空頭的時候 他還是會漲 他不會一度這樣疊下去嗎 對比較少啦 比較少啦 就真的是那種 之前的那種小鬼谷 啊沒有辦法 沒有人在玩他 只剩那個 小賞屋去玩他的時候 可能就會一直往下疊 那比較有可能 那如果說像大一點 長龍 陽明 旺海這些 他們還是會 呃 就是會像一艘船一樣 載夫載成 那可能 疊多啦 疊多長少這樣子 但是目前確實 可能 有一些機會啦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航運 航運的這個指數 航運指數呢 確實在今年表現來說 真的是比較差一點 那 但是呢 但是那時候 我不是說這地方有點破線嗎 那往下砸之後 又往上拉 又往上疊 但是呢 就疊不下去 我疊不下去 那可能也是說 大盤也沒有差到那麼差啦 所以說 資金還是有在裡面做一些佈局和流動 那目前呢 我自己個人 如果說抓前面這裡 這邊有去回測過 然後跟那個172這個部分的話 有可能喔 這個地方去 往上走 那 呃我比較看的是 這個地方如果說是打一個 漂亮的W底的話 那我比較看的應該是說是 比較影響指數的啦 我是想 講比較影響指數 當然就是會貴三雄 對那一些 散裝的話 我是覺得就 可能走勢會更加的猛烈 可能 未必一定要等到這一個 W底去打完 他就可能自己就往上噴 但目前是有一些潛在的機會 那你也可以等待他 往上突破了 這個指數部分往上突破了 那你再去尋找個股 我為什麼你先看好 那他突破的那天 同步 就直接做進場 那也是一個方式 對所以大家有興趣自己去做觀察吧 然後那我們就來講這個納指的情況 那納指昨天呢 就是在 賦盤的時候 講說這個地方要做 支撐 那在這個地方 昨天12點到1點 然後 雜破 雜破到前滴 那但是呢 有一個好的消息是 這個 1點到2點的這一根 逆勢走過來之後呢 這一根 又來回撤 這一根也是一個小時 又來回撤 就是變成形成這裡 破底翻 有點翻上來的感覺 破底翻上來的感覺 那目前雖然說指數還是瘋狂的在砸 但是 我自己個人整體比較看的是這個廢半這一邊 就是 整個那個 就是 台積電然後對應我們這個 整體大盤的價錢指數的話 不是比較對應那個區塊 對那一樣他還是 目前是真的是 不是到那麼強勢 不是到那麼好 除非真的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突破 不然他真的就是在那邊橫盤 然後下跌橫盤下跌橫盤下跌 一個比較弱勢的一個走勢 對納指這邊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標普 標普就真的是在昨天呢 打下來 到支撐線 咻 往上收 從這個點 3969然後直接收回到 4012 真的是打到支撐馬上就 回去了 所以說今天會不會稍微小下跌一點 還說那個逆勢往上走 我覺得都對於整個大盤沒有太大影響 那 當然就是 這個指數啦 公佈結束之後 看他怎麼去走吧 目前標普跟這一個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廢半其實是一樣 然後我們看一下道琼 道琼昨天也是 插一根 下引線然後往上收 他有一種 他有一種就是這個地方有去做防守的感覺 因為我不是看向 到很 比較低點 有沒有到很低 我看他比較低點 只看他這個 白色線這一條 平行線是抓這一根 然後跟這 兩根的低點 但是昨天的低點是在這裡 所以 就算他今天在 公佈數據之後 沒有去跌破這個地方 他還是維持在 這個地方 但 他整體的一個 整體的走勢就還是如我前天講的 他還是比較屬於一個偏空一點點 因為他是 三角收斂的破線 三角收斂的破線 當然 就是有機會是橫盤 比較偏橫盤下跌啦 當然會不會真的又一個fake 失敗又往上走 這有可能 這也是有可能 但是 這邊是比較 那時候講說 這邊的個股是比較不要去碰會比較好一點 好我們要這個廢半吧 然後廢半昨天是沒有踩下來 然後直接跳空 直接往上走 那主要可能也因為我們這個台積電的關係啦 這個台積電的關係喔 因為昨天 早盤已經先反應了嘛 然後今天往下砸 對然後又砸 又砸回去昨天跳空的這個地方 那 看一下這是昨天的台積電ADR 台積電ADR昨天是一樣收到這裡 所以 其實這個兩個level的這個平行線的位置 好像其實對應差不多 那如果說他對應台積電ADR的這個位置 其實差不多可能今天也是 一開盤可能也是落在這個空間吧 然後看他怎麼去走 其實兩個好像相輔相成啦 對然後 這邊確實是可以做觀察 就是說我們先用台積電ADR的這個三星區先做觀察 如果說這個地方砸破的話 會不會真的會讓他 有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我不曉得啦 我不曉得他會怎麼去走 不過目前還沒跌破之前就還是以 偏多去做單 我認為是比較 合適一點啦 那當然都是我自己的看法 你也可以去做空嘛 因為我也沒有 很大的自信說我講的就已經對 一定錯這樣子 好那 再來講一下這個 這個真的是蠻討厭的 昨天呢 昨天不是在講 我忘記昨天沒有講 昨天講的時候他是有點 假突破的感覺 然後收盤確實也往下手 但是 他有點算是 守住他突破了這根的地點 大家看得出來嗎 他這邊開盤是30.381 然後昨天收盤是30.378 所以有點守住 對這個就有點討厭 然後所以守住之後又往上走 然後如果說切成一個小時的分K 一個小時的K棒的話 可以發現說 他確實這個三星區先他感覺上有在看 然後呢 他是又突破又再次站回去藍色線 所以 這個 我們今天早上的這個盤 真的有點 應該說昨天跟今天就有點討厭 我原本呢 以為他應該要順勢的下去了 結果呢又逆勢感覺上又破底翻 不過 整體啦還是等待他收線吧 如果他收線還是收失敗的話 然後差一根很長的上一線掉下來的話 那就代表說 這個整體的市場 這個加點指數是往上去走的機率是比較偏高的 那 對 那當然他如果都持續 台幣持續貶值 那會不會對 這個整體市場造成很大的影響 其實之前有講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說 比較偏 小啦 比較偏小 當然就是兩個正向的嘛 台幣升值 那 外資回了喔 然後 整體市場往上推 這個是一個正向的關係 那如果說他不是 他就是 這邊是往 這邊是這個 往上漲 然後台股還是持續往上漲的可能性 會不會還是有 還是有啦 因為我們有跟大家來對應過嘛 我們對一下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2月2號的這個台積電 2月2號台積電在這裡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他是直接 這邊是直接往下 往上一直 一直瘋狂的鞭子 但是其實台積電還是這邊很旁 所以說 整體的一個市場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我們最後來看一下這個 比特幣呢 那比特幣的一個情況就是那時候講 然後稍微 底部的線再改過一下 就是基本上連接這一條跟這一條 所以呢 或許喔 我講真的喔 或許 目前啦 目前是有點下壓的感覺 有點算是 做一個收斂 那 我個人覺得有可能會慢慢的去走 走到這個數據公佈 看他會怎麼去走 所以 目前呢 真的有這麼一點機會說 他在這邊進行一個 很小幅度的 這一個 算是三角收斂的 上升三角收斂的盤整 所以說真的有越過這邊 大家真的可以考慮看 因為那時候我在等在這裡嘛 如果說沒有回來的話 也是有機會的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 在這邊下單就變成有一點在賭說 晚上的數據公佈的那種 當然你要賭也可以啦 就用小紙巾小部位去賭 我覺得都是 非常合理的 非常合理的 當然你會不會 有一根插陣 這個在 幣圈玩的大家知道 一定會有一些插陣的形象 好啦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目前的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就是那時候突破了這個 算是開始轉強嘛 在2月6號這一天 開始慢慢的轉強 轉強到這個 要碰到下一層的壓力了 那 整體的市場就是 比較偏向於說 漲到這裡會往下跌 所以 我不曉得他到底會怎麼去走 那就是持續看下去就好了 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 指數部分呢 我就昨天有講說 看向這個 15480到15500 那目前就是在 最低剛剛是到 15502 那到底會不會 這個地方會不會守住 我是希望守住啦 因為畢竟他有出量 出量去做防守嘛 守不住的話 他就會跌到這個 更大量的 Label 這個大概 15345這個位置 就有可能再跌下來這個地方 所以不曉得他會不會守住 對那如果說再次往上走的話 大致上就是會回歸到這個地方 去做壓制啦 這個地方做壓制 大概156 630左右 這個Label 那我們就來講這個最後的這個 那待會我會把 反正我會把剪去前面 所以待會聽的時候應該就是 好像 好像要結束這樣 沒有 好 那要講 這是我自己 對於 我今天突然有一個想法 這個 我先念給大家聽 然後再做一個解釋 就是 我們總是看著最 光鮮亮麗的人 來給自己最無謂的壓力 那 這句話其實是 應用在你的 人生 生活 或股市 我們就講股票 其實我也是從股票裡面去體驗到 就是說 你可能拿好啦 就是我們剛剛講 前面講那個 目前在網上噴的小鬼股 小鬼股的部分 我就沒辦法去抓到嘛 那我就覺得說 別人 別人好像都 能夠抓到掌停板 就我不行 別人都可以 那個買到掌停板 就我不行 那 有用嗎 沒有 因為你看到的 就是 最光鮮亮麗的 還有一些 完全沒有發光的人 甚至暗淡無光 可能比你還要慘的人 你是沒看到的 他們可能就是 套牢啊 那他們可能就是 追高殺地啊 對不對 所以說 各個方面都有看啊 那 就是不用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我覺得 投資這件事情是 一個 很長的一個過程 慢慢來 慢慢來 那這種心態的東西 其實就是 像是我呢 喔 就是看的 看的線圖多 所以你知道說 有一些事情是 無可厚非的 那有一些東西 當然就是自己做錯 做錯就承認 那 比如說 這個地方明明就是一個 WD 那他突破之後 又跌破 那怎麼辦 就是停損嘛 就停損嘛 對不對 這個停損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 你只要參與這個 主動投資人是 第一個要先學的東西 不是奧單 絕對不是奧單 等他回來 因為 你奧單一奧下去呢 跟你操作的策略 就不一樣 我們策略是什麼 我們策略是 買在 支撐線上 然後 停損 設 少一點 獲利 能夠拉大一點 就大一點 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的策略 所以如果你有一檔呢 你失敗了 結果你10%才做停損 那你 假設你買兩檔好了 一檔是賺10% 一檔失敗了 你虧10% 沒了 你賺的都沒了 那你下一檔 假設你的勝率沒有那麼高啦 或是你真是 太衰了 那你的技術分析也不好 那心態 心態呢 控制倉位那些也不好的話 那變成說 你假設你買三檔個股 一檔賺10%而已 兩檔 兩檔 每一檔都虧10% 總total 負10% 這有什麼意義嗎 沒意義嗎 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這樣講 那我再拉大一點 你10檔裡面 你做10檔 可能是連續做 不是同時持有 連續做10檔 你賺可能就拿10% 那虧每次可能10% 20% 30% 那這有意義嗎 沒意義 這就不是策略啦 那你就不能用我的方式去做 你不能 不能去追什麼所謂的WD圖 或什麼什麼東西的 你就是好好去存股 你就是好好去 看什麼所謂的產業分析 看什麼籌碼面 沒有一個什麼 一個價格的依據 就是說可能 明明到達壓力100塊 很明顯壓力 WD的右腳 或是說 那個M頭的那個 到最高點 那個100塊是壓力 那你偏偏 你看籌碼 籌碼那個外資大買 買在那個95塊 95塊好像 還OK啊 買了什麼98塊99塊 你去看產業趨勢 那他這部影片發出來的時候 我預估未來的產業還不錯 當時候價格是在98塊 然後明明再漲2塊 100塊是壓力 你還是買進去 如果說你是作戰的投資的話 那當然 就跟我們沒有關係嘛 那 我的方式的話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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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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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損然後拉大獲利 停損小的 然後獲利拉大的 這樣子 所以 我們就是最後給 這個禮拜給這下一個 一個結語 這樣子 突然想到了 所以 那 假日的部分我們就 在明天或後天再來發吧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就來講 個股部分吧 個股部分我一樣找10檔 還是其實找8檔就好 沒有人找10檔 我們講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是希望說 這部影片 應該說每天的開盤 是可以帶給大家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看一下微影的一個情況 那微影的情況 我自己那時候最清楚 就是在這地方 那時候真的一直在考慮 一直在考慮 一直在考慮 結果 沒有 對 剛剛講說 剛剛講說價格差不多 我說5、6百塊 對所以 我是操作5、6百塊 沒有說這個800多塊 因為他800多塊 所以我可能才沒有去下 對因為 真的比較難做一個操作啦 就是高檔的話 真的能買 真的是買個幾張 就差不多緊繃了啦 我的資金是這樣子啦 對那 他在今天確實 順利的突破了 然後 可以去觀察一下 他目前這個level吧 之前這個level真的是蠻可惜 因為昨天直接漲停 然後今天其實表現也不錯啦 漲到6%多 所以目前的一個 走勢 他感受上是 等一下喔 這個地方是什麼 947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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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應該 他不是碰到前面有壓啦 所以 這個地方應該 我有時候不是會用這種水平射線 你知道用這個意義在哪裡嗎 這意義在於說 我要去 對應到 哪邊的 大家懂你意思嗎 就是說 我可能這裡 我現在發現說 他就是下降區性壓下來 所以說他其實 壓力的 壓力支撐的部分 只有看這裡 對 跟前面沒有任何關係 對那如果說 應該好對應到這裡 代表說這邊 這個區塊對應過來 這個點 有去經過測試測試 讓他去測試反壓下來 然後變成支撐 這個就是我們 水平射線的一個原因 所以說目前我只能是說 這邊可能或許是一個支撐 對但 整體的 是不是在這裡呢 其實今天有一點下來做測試嘛 對所以應該是蠻有機會 但他價格這麼高應該不會有人做操作啦 所以 大家都聽聽就好 我覺得在觀察了幾天 或許會比較 清楚一點 如果說有這種 像這種大型的破底翻 這種更好 大型的破底翻 然後再回測的話 會更好 因為這邊讓你測試好多次了 但他等到這個整個結構 整個結構這樣完成 上去下來的結構 哇那要觀察很久啦 對啊 只是說現在可能沒辦法說 我就下定路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支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紅旭 那紅旭的部分 我自己個人就是抓 20.2啦 主要是這一根嘛 然後這一根這一根 反正拉過來 這個頂部是在這裡啦 然後 然後 相趨勢線的部分呢 就是 這裡 這裡 這 大致上就是這四根了 所以說他現在是 已經把相趨勢線 趨勢線給越過去 然後之前這邊有去打 那今天呢 算是下降趨勢線的突破 但是平行線的看起來是有壓力啦 那我們稍微再看 你吸一點 我們看5分可以喔 可以看到 這個9點35分 碰到我 剛剛日線結構畫的 20.2 20.2這個位置 然後去有壓力 結果勒 這個有壓 這個有壓 所以 市場上呢 看的應該就是20.2 那如果說 你有興趣的話 當然說在今天尾盤 你就會考慮了 那如果說 你想要再等待 確定一點 就是這個地方 越過20.2以上 再來看吧 對 這是一個 一個方式啦 看自己喜歡哪個方式 那目前就走一個 非常陡峭的 往上走 這應該是沿著十字軍線 再說操作應該都沒問題啦 如果說在看軍線的人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科 OK那看一下東科 東科那時候是 跟 這個算是會員個股 不過我自己也很久很久沒做觀察 那 對要往上噴了 那時候是跟著這個雅德克 我們那時候看一個下票期 然後在 2月20號就往上噴了 可惜 如果說那時候做進場的話 直接做進場的話 現在是有10%的利潤 那 我們就來找一下平行線的位置吧 應該在這裡差不多啦 主要找這根大量的 11月10號 那 這根點 加上 這地方上來 下來 往上打 沒過 再往上打 這裡就形成一個出貨的現象 再往下 今天又打一次 所以 有機會 所以有機會 所以目前個人的 觀點 應該就是說 就是說 你要能夠check一點 當然是過 這一層 這裡是一個機會 這樣子吧 大致上應該是這樣子 那當然最好就是這個 下票期的突破 因為這圖文就之前畫好 但我們自己也沒在做觀察 對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 華泰 因為每個人的 資金的 額度還是有限 我現在是在賺我的本金 對 精英YouTuber 好 那我們看一下華泰 華泰沒什麼特別的一個 想法 主要就 還是以一個 就是這裡形成一個破底班 就是算是一個破底班的結構 就是 這一根 然後我線畫大概19.4 然後呢 這邊破底之後 這兩根 帶量上漲 然後 就是強勢的大陽K 往上走 然後這邊有做一個測試 這個點呢 就是這個破底班非常好的一個 會想要做進場的一個位置 那目前的結構是這樣子 那就延續看下去 看有沒有機會到達 大概22塊 這個位置吧 如果說真的要抓一個 漲幅滿足的話 可能不止吧 可能就會到24 但是價格就是 慢慢去發酵吧 我覺得就 真的在股市裡面 不要擠 我正在股市裡面 不要擠 這樣子 喔 對 那個 我忘記了 我想要 講一句話 呃 放在前面 待會在 這個 最後面講完的時候 我把它截 截掉 然後放在最前面好了 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永昕喔 那 基本上這一檔 我剛自己也有先看啦 那我自己個人是覺得就 升級醫療有一些 危險性的存在 升級醫療有一些危險性的存在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該走還是得走 那 因為之前我是抓這邊的這個 算是W W底的突破 突破這一根 突破這一根 但是他目前看起來比較像是這樣子 對 比較像這樣子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 你要看得細一點 當然沒問題喔 但是 要跟大家講的是我自己分析大概10檔的 我不誇張10檔的 W底 也未必有一檔是這樣子的一個形態 就是 剛才小線 突破之後有壓制住 往下跌 那所以說 當然你可以去10檔了 去猜測說 會不會有機會這樣子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其實 在現在看起來呢 在 在現在看起來是很理所大 但是如果說在當下的話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對哪一個 對這一根 證券嗎 對這一根 證券嗎 對這根證券嗎 對這一根 證券嗎 對這根證券嗎 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說他的一個 有可能遇到這樣子的情況 沒關係說我現在後面才看嘛 覺得說他可能就是在拉上的形態嘛 但是 在當下的時候 其實根本不太可能會這樣去畫 除非說很明顯 就是 這樣子然後一根超級突出 然後下來這樣子 比較有機會 所以 那時候有可能 只能說有可能他 就是有點趁著那時候生技藝也不錯的時候往上打 那目前呢 可能來到一個需要去做 我是覺得啦 停損就阿薩利一點 就不用多多拉拉拉的 對 那目前 個人覺得說生技藝有一些潛在的一些危險性的存在 主要是 我們這邊切給大家看嘛 就是他上市的這個 生技藝 表現不是到很好 就有遇到壓力拉 有壓力嗎 遇到這個壓力 前高 然後這地方也沒有突破 對然後我們的這個化學生技藝也是 他還有一點做這個假突破 假突破 但他以這個區塊啦 以這個區塊來說 我會認為說他可能還是有機會做守住啦 但是如果說兩個對應起來 就是生技藝療跟化學生技藝療 其實裡面有些成分股是相同 差不多的話 那 可能就是有些潛在的危險性 我個人的一個感受 好 那我們看一下自身 OK那自身其實在這地方也是 震來震去震來 然後今天稍微有些不錯的表現要往上打 對那現在最主要 需要擔心的應該就是這個相區 主要 他連的不是到非常的 準確 但就是有經過比較多K棒 所以我就把它貼上來 就是 經過1 2 3 4 5 至少有4根或5根下來的相區就限 所以說 這邊的部分應該就比較 把他當作是WD的突破 但是還是要注意還是要小心 就是說 他 就是長了比較慢的個股啦 所以說這個是要小心一點 然後 我覺得就沒什麼特別的 如果說他有 他有期貨嗎 還是什麼 我沒有 之後 現股 那你融資 或是說 開一點槓桿然後去玩的話 會比較好 這個全鎮就不好 全鎮我覺得 全鎮感覺 全鎮感覺也是可以啦 不過他螺通每天都在那邊浮動 一趴兩趴的 你全鎮的這個 這個時間 你的魔耗也是被吃掉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你能夠開一點槓桿的話 去 去碰這一檔可能會比較好 那目前是 還是先看這個相區先 有沒有辦法去越過去 這是他的一個壓力 好我們來看這一拳 OK那 一拳的部分 目前 目前有一個比較不好的點 是說他有可能會形成這樣子 的一個 就是這樣的結構 這樣的結構 就有可能最後 又會 有機會往下跌 又會有一點往下跌 他有點像是 拉高下來的一個上飄期 這個是比較標準的上飄期 那如果說是這一種 就是往底部 往上走 然後拉高的 上飄期的話 這樣子的上飄期 就是 底部在那邊走來走去之後 開始 拉成 右上角 這樣的上飄期 我倒覺得說他這種上飄期的結構 比較 耐人尋味啦 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這種感覺是 可能上去 也可能下來的感覺 但是 如果說是前波有高點 下來拉上飄期的話 就要小心 這一種大部分還是比較偏 看跌啦 還是比較偏看跌 就是說不會 想要在裡面呢 進行太多的期待 那當然可能 恰格搞不好真的延續 在那邊給你慢慢漲慢慢漲 漲到這個前高 他認定我是壓力的level 他可以開始往下跌 這也有可能 但是你就是要小心 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感受 是這樣子 對 好我們來看他這個偽權墊 OK那偽權墊呢 確實就是在這個三三曲線的寶物之下 終於 回掌了 終於掌上去了 對那如果說當初是我來 下單的話 我應該也是會 停損的那一批人 那 最後要不要接回去 這個就真的就要看自己個人 那目前應該就是 看能不能守住三三曲線 黃布的上去走 對因為像是 我有在影片裡面有講說 我有去停損 就還是要做停損 不是說都不會做停損 就不會受傷的 一定會受傷啦 對那 這樣子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在 這一波裡面呢 沒有下來 下來沒有做停損 那你肯定是要 有一個策略性說 你是要等待三三曲線去 往上拉 那 那上三曲線跌破了 你就應該直接走了 我不要再猶豫了 我就不要再猶豫了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啦 對你已經 花不出任何一條上上曲線 可以去維持到 他是能夠往上漲 那他也確實不往上漲 那你可能就要自己要小心 對所以 我個人是這麼想啦 當然你可以等待每一個破底翻啦 就 市場上 就有人專門做破底翻嘛 但是呢 我也可以跟你提 超級無敵多檔 是 破底翻 你只做 你做破底翻的人 是吃不到的利潤 我也可以跟你這樣講 所以 有好有壞嘛 就各有各自的風險 你等破底翻搞不好他就不破底 像是我們破底翻的 像是這個 偽權電 然後 那時候 我們跌破的這個 停順的彩晶 然後還有 昨天有講這個 突破的這個 聯亞 對他還有就是 四電 他們都是一個 破底翻的代表 都是最後 可以往上走 但是也有很多是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他根本就不破 突破直接往上衝啦 對不對 像是 我跟你講 艾普嘛 往上衝38% 待會晚上再做一打吧 對啊 直接往上衝38% 那你能夠賺到38%嗎 沒辦法 你做破底翻 就沒辦法賺到嘛 所以 有利有弊 所以就要看你自己選擇的策略 像我前面開頭有講 我自己個人就覺得說 我在 加密貨幣 在加密貨幣市場裡面的策略就 跟台股 沒辦法相連用 就是 那邊還要進行很多的調整 對 因為他可能就是 他的市場就是 整個整體 每檔個股 每檔 每個幣呢 的那個幅度 就不太一樣 然後 阻力也不同 所以就很難 整體上去做操作 大致上 就解釋到這裡 然後 基本上如果說真的比較害怕說會虧損的人 那我一個建議 小建議就是你一部分的資金先能夠入貸為安 就像昨天往上漲到這一根 大量的這一根 錢高的時候先入貸為安 那之後你去看 你就是基本上你就是少賺而已 那你不要覺得少賺就很歐 對 如果說你一直有這種很很奇妙的情緒的話 那真的是要去調整情緒 而不是 那個技術分析 不是你的這個這個 進場的邏輯 而是你自己的心態 我們來看雅力的一個情況 雅力在創高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 這根也不算出貨啦 但 我個人覺得就蠻期待他能夠跌落下來了 這地方可以考慮 大量低點嘛 就會有市場的資金去做防守 那目前觀察到的一個市場的現象就是 大量低點 是 在一個 創高之後最容易守住的位置 只是觀察到蠻多檔的 我這邊就不贅述 就蠻多檔是這樣子 而不是真的沒有 就沒有砸到 大支撐 那 我的策略是在支撐線去做單 所以 最近呢 你可能就會發現說 很多 應該說發現 我自己也個人發現說 怎麼最近挑了個股好像都不太會長的感覺 就真的是最近 不是說不太會長 是不太會那種往上噴 因為往上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吧 基本上都是一些小鬼谷啦 這些小鬼谷 你看他這強勢股 然後你按這個趴數按下去 你就看一下今天掌頂版是哪些 你看他這個 沒事沒事 這裡 這個 太義 聽過嗎 金蓮 聽過嗎 蓮紅 聽過嗎 那這個 宏基資訊 聽過嗎 宏基資訊可能我自己也有聽過了 對那你會很說這個我就沒有聽過嘛 對還有就是 基本上都看過啦 我是看過啦 你看這個偉喬自己也都沒看過 對不對 然後 聖品 利基 東普 東普我就沒有什麼聽過 對呀反正呢就是 有一些沒有聽過啦 像金蓮感的看來 有一些沒聽過的小鬼谷就是往上噴 那這一種 現在的市場 這種小鬼谷在噴就 很不適合我 比較適合我的市場就是在 1月嘛 11月其實也還OK嘛 觸體反彈 那1月份的時候很多打WD 或是說在2月初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個人對我自己的表現 我覺得都 還蠻滿意的 但是現在呢 從那個2月 2月10幾號吧 到現在就很多小鬼谷在往上噴 就很難抓啊 我的方法沒有再用均線做操作 就很難抓進去啊 就感覺上我的個股 好像就沒有那種漲金版的那種個股 對啊 這個市場可能現在的操作方式就跟我就沒他嘛 那有什麼關係嗎 我覺得就還好 就是釋懷他嘛 就是這樣子嘛 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吧 亞利基本上就是 這個點 這是目前觀察到的啦 當然我自己個人還是比較傾向於說這個大支撐啦 所以說 你能夠去做參與的話 你盡量用兩筆單 不然就真的下在這邊 然後去 等在這邊不要去破線 騎倒他不要破線 這樣子 那是有進行一些 不一樣的想法 那目前是觀察到這樣子 然後後面會不會有改變 有可能 有可能 對啊 我們看一下艾普吧 艾普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說你在等待破敵方 因為那時候這是我會員個股啊 我可以把我會員個股直接拿出來給你看 那 劍方就是從這地方漲了37% 當然你可能沒有辦法全部的單都吃到37% 在中間過程 這一根下來的時候就已經出了大部分 但是後面拉上去如果說你要有流暢的話就有機會再往上 對那基本上在問我這一檔的人 我覺得 我不知道問什麼 因為 這個是會員個股 那也是會員問的 我不知道他是要問什麼 東西 因為 這個我在昨天其實有講 我說我自己客人也根本不知道說 他現在的點應該在哪邊 去有一個支撐 還是說那邊的點是一個壓力 我是不太清楚啦 壓力的部分倒是還可以找一下 有點找不太到 對啊 因為那時候那時候抓是說抓 他是一個頭肩底的第一波滿足點 第一波滿足點其實就是差不多到了 那壓力的部分應該會先看看這個level吧 下一層壓力啦 313 可能是啦 可能是啦 我不確定 對那目前這個地方也不會進行一些 做進場的一個動作 因為真的拉得太高了 跟之前這個地方 差太多了 這地方是一個最完美的一個入場點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 ôn weet 我們下個影片